点重 华子 今儿你就早点回去吧 没人你盯着这儿 我们去拍个婚纱照 华子 我知道你心里还没瘦 是我不好 我有时候突然特想抽你 你抽吧 抽完我心里也舒服点 难道日子就那么难过吗 钱就那么重要吗 华子 那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每次问你 什么时候想结婚稳定下来 你都说你看我现在这样 像稳定的样子吗 你的话叫我听起来特心慌 我怎么就不心慌了 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好 下班以后我全都告诉你 说吧 华子 你们都是北京人 可我不是 向南是白领 陆涛是金领 你是小岛 你们都是北京的小岛 白领 金领 但我是谁 北京对于我 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然而我对这个世界是那么陌生 这个世界对我也陌生 在这个世界中 初来乍到的 从他们第一次要看我身份证的时候起 我就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所做的 所有的一切 就是要努力分斗 找到我的身份 我在酒吧认识了小海 小海让我当上了模特 我就成了模特 小海喜欢摇滚 我就成了摇滚青年 小海不要 你每天还赶我走 我就流落街头 我找了你 你开发廊 我就成了喜头妹 你开蛋糕店 我就成了蛋糕店的老板娘 这就是我的身份 可是这些身份都让我感到不安全 于是我向你尿了抬球厅 打那一天 你在乌托邦用轻视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就知道了 你看不起我 我受不了 所以我只能离开你 我知道 如果有一天才究竟要是倒闭了 我还是什么也不是 只有猪头对我好 我只能去找他 猪头对你好 你也不至于嫁给他 你别忘了 你还给我订着婚呢 虽然我们订婚了 但我一点都没觉得你想稳定下来 华子 说句不好听的 我觉得你不是真心对我好 你自己还有很多问题都没解决 我 我 二猪头 他是真心地愿意去活 这件事我想了好久 想来想去 我只是个女人 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只能依靠男人 所以我才觉得 猪头的妻子 才是我真正的身份 有了这个身份 我才觉得安全 我才能很好地面对北京 猪头给我办了户口 我现在也是这个城市里的人 有了身份证 我才愿意更熟悉这个城市 我才哪都敢去 这时 我才觉得这个世界很亲切 我感到我是属于他的 他也属于我 我才能给你